国庆畅假期间,外围市场大跌,尤其当谷歌创下近几个月单昭最大跌幅,注定给股十月开门红难以实现,近日早盘,护身两市均大幅低开,随后继续正当下探,临近收盘,护身股指跌幅进一步扩大,护身跌近4%,深重城折和创业板指跌于4%, 群众股和白马股提跌,上振50%,护身300针跌于4%,值得注意的是,工业妇联金日大跌于3%,股价跌破期发行价13.77元,并创上市以来新低,截至收盘,护身跌3.72%,报2716.51,点,成交1415.32亿元,深重城折跌4.05%, 报8060.83,成交1474.15亿元,创业板指跌4.09%,报1353.67,成交400.64亿元,行业板块全线票率,个股一片普跌,跌停个股数早盘较少,但随着股指进一步下跌, 午后两时跌停股数明显增多,市场恐慌情绪上升,行业板块方面,安房、通讯、旅游酒店、保险、量球、电子、民航、软件等多个行业板块遭重挫,板块指数跌于4%, 医疗、环保、银行、文化传媒、航天航空、券商等行业板块跌幅也不前,板块指数跌于3%,公用事业、贵金属、石油等跌幅相对较小。 北上资金方面,互股通禁流出73.08亿元,山股通禁流出22.96亿元。 机构看市,平安证券,A股市场迎来了长线资金发展的快点,在本轮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以稳稳的契机下,带来确定的制度性红利。 上一轮的资本市场制度创新是在2012年,股东层面资本运作的空间被打开,奠定了后续牛市的基础。 我们认为这一轮对于资本市场的中长期发展也同样如此。 从当前市场的固执水平来看,A股市场具备较好的长期配置价值。 长城正顺,9月中下旬以来,一支A股市场的因素逐渐是缓, 包括贸易战阶段性落地,国内政策持续拖地,及对外开放有所加速。 股权风险,一加高位有所回落,但前市场仍住那意外化扰动之中, 内部问题是核心焦点,预计中期筑底很难一蹴而就。 当考虑到市场底部特征明显,政策底在持续显现,外资有望成为A股重要增量资金, 预计四季度市场估值修复行情仍然值得期待。 一,估值,换手率,成交量,破镜股等指标来看,市场估值底已经显现。 二,政策利好持续释放,定项价值与积极财政政策构成有效配合, 后续关注政策,向经济基本面的传导效果。 三,当前定位对场线资金来说以至投资价值, A股成功场官富士指数迭债MSCI提高A股纳入金子, 保守估计两者将带来约700亿美元的增量资金, 未来外资有望成为A股市场的重要增量资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 ,别忘了按赞哦!